本来的产销履历我们是注重食品的安全 还有安心以及可以追溯性 现在新的这个产销履历plus版 我们加入了这个品种权的保护 这些都已经跟世界的这个食品安全接轨 生产过程当中 如果有危险的操作的过程 要怎么样来防患 环境永续的部分 我们要结合并从炒害的整合管理 以及作物整合管理 升级版的产销履历 验证基准不再只是锁定在农产品本身 更增加了作物整合管理 以及爱物整合管理 以符合永续环境的精神 此外通过升级版的产销履历验证的业者 就可以符合申请补贴的条件 以分级补贴的方式 期盼来鼓励更多的农产品的经营者加入行列